複雜花屋在家 為什麼還沒開始已經這麼累了 光營光臨 他用這個弄住了 啊 除去打爛 這張床五百萬瓣 閘了房 這個不要跟我說是那隻結婚戒指 他這麼小 兩歲未究竟剪戀了他 來吧 你喜歡爹地購物嗎 我們去爹地購物吧 好嗎 現在天氣太熱了 我們散步出去也會戴狗袋 以前找到年紀小的時候 他就很不喜歡入袋 因為他是喜歡自由奔放到處跑 但現在呢 他好像開始享受了 你見不見到 今天我幫他戴這個 就是在雪櫃夏天會比較冷的頸圈 他超好開心啊 現在呢 這個是我家附近一間自助的草物用品店 我想買多一套 涼一點的這些 Harness給他 功夫會舒服一點 這個爆炸頭 BANG HELLO大家好 其實我現在心情呢 是小嗨小嗨 因為我明天呢 會獨自去一個 我也蠻期待要去的地方 那就是 Oyen的家 那大家如果有訂閱Oyen的頻道呢 都知道 Oyen幾個月之前 一條人上來我家住了那三天兩夜 我那次看了一條片 我心其實也是有點驚慌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會拍些什麼 我們之前沒有夾電話 什麼拍下什麼不拍下 那他出一條片之前 都沒有給我看的 所以是挺有趣的 在第三者視覺 看到他在你妹 都在店裡 做事 臭女的空間裡面去生活 那這條片當時的top comment 就是 會不會有機會突襲Oyen的家一次 也會逢Oyen搬屋 由他本身的1.5屋 搬去三房的空間 空間多了你可以發揮的東西都多了 那第二呢就是 Oyen最近不在韓國 以我所知現在日本 逢完日本之後會回香港 回完香港再會去北歐 真的老母這輩子 完全掌握了他的行程 所以一次他回來韓國留兩天 我們都有見面 我吃飯的時候就跟他說 不如讓我突襲回你的新屋 Oyen一口答完 他說好啊好啊 你想來幫我撿屋 所以我就叫了Oyen 其實我自己家都在用的 褲的收納衣架 大家平時用衣架就是一個三角形的東西 掛著衣服 但是褲的收納我覺得比較有趣 你一個衣架掛一條褲 我又覺得很浪費衣架 因為Oyen是很喜歡穿褲 是很多很多褲 上兩個月我自己家其實都換了這種褲的衣架 可以一排過超級整潔 將你每一條褲 display出來 就會省位過一條褲一個衣架 或者你將所有褲截完 放一疊 說真的你下面抽一條出來 整疊又是淋下來 第二個我會帶過去的就是 這個也是我最近很沉迷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小型的護膚品雪櫃 其實它冷暖也可以 但是目前我就是把它當作一個雪櫃 專門冷卻一些護膚品 因為現在夏天 我家屋和她家屋 採光都是非常之好 有時候我看到那些護膚品 被太陽這樣直曬 其實我都會擔心會不會變質 畢竟夏天 如果有一些比較冰淚的護膚品 可以用上面 對毛孔 整體鎮靜的效果 對我來說都會好一點 所以我自己開心地用完一陣子 這個化妝品的雪櫃 我就覺得 她家裡也好像有這個空間 可以放一步 再加上我知道 歐陽是一個比較跳躍的人 經常性的東西會憑空消息 這麼好用的東西都會找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作為一個化妝品 收納的Step Zero 對她的新屋來說都是適合的 大家看來這裡 是不是覺得我的媽媽味 就要噴出來 其實如果給我定義的話 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老靈魂 我小小過大概六七歲 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書店 有一點做錯的說出來 但我發誓這個是真的 我weekend 就一天在書局 一天在公共圖書館打書釘 也有一股收納Pick 我不知道跟我同年幾 觀眾 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 是一個書包減肥計劃的 我是超熱衷於這個比賽 把這個書包裡面的內容物質 到剛剛好 我就會覺得有種莫名的滿足感 我想我的收納Pick 是那時候一個小小的書包 發展到現在 連個朋友間房子都想管賣 大一點想想我的自願 就是一天在銀行數錢 一天就在家裡做媽媽 我小時候真的很累 老實說 30歲之前 我覺得我原生每一個階段 都比同齡人更加成熟 尤其是剛剛來韓國那時候 認識朋友 很多時候新見面的人 一坐下來問你們 一件事就是你幾歲 因為韓文是有評語和敬語 是視乎大家的年紀 去決定你用哪一種語言 25歲我現在聽到很小 但在那時候的朋友圈子裡 我永遠都是最大的那個 每一次大家講到年紀這個問題 我總是會有一點點面帶難色 接著不久就和年夏男年紀 小我三歲去巴西拍拖 那時候開始我的容貌 加年齡焦女 就推至最高峰 所以我當時經常性很濃妝 隔幾個星期就去醫美打針 打針一下這樣那樣 逼自己融入豐貴這邊的交朋友 喝酒文化 再看一些照片 我覺得自己的狀態不太好 看起來很不開心很累 一轉眼我今年就要換33歲 來韓國還是第七年 哇 雖然最後沒有如願以上去銀行掃錢 但是都順利地做了毛媽 我都挺肯定現在是我整個人生 三十幾年來最喜歡和最享受的一個狀態 年齡和容貌焦女是好了很多 真心覺得 就算我現在四張了五張 其實都是可以和有辦法 活得很年輕和有活力 來到韓國都七八年了 你會發現我無論是fashion 妝容甚至衣美的潮流 都是一層一層 最最timeless和值得投資時間 一定是自己本身的健康和皮膚的狀態 想和大家順便分享一下 我最近我用到不幸的一個cream 就是SK-II全新的Skin Power能量精華箱 SK-II去年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他們和哈佛大學合作研究 發現了衰老因子 AT-0 衰老因子會引致皮膚衰老年所反應 它就是會導致我們肌膚加速衰老的根本原因 不僅僅會在乘素皮膚裏面 就算今天你是年輕幾乎二十幾歲 其實一樣會有衰老因子 而這個全新配方的SK-II Skin Power能量精華箱 可以有效抑制衰老因子的生長 由根源解決衰老問題 話說我第一次用它那一陣子 買了一個我自己都覺得頗貴的枕頭 它港幣要四位數 誰知道和我八字是超級不合 睡得很壞 但是畢竟它都是一個千多塊的枕頭 我就覺得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是一個粗人 我不懂得欣賞這個枕頭的奧妙之處 讓我多給點時間睡多幾次 結果是我真的老了十歲的 整體膚放下跌 毛孔大到不得了 這個位置和眼尾本身都不是很嚴重的細紋 突然間變得肉眼可見 那死死氣馬上換我自己本身的枕頭 還有用這個能量精華箱救一救 用完它第二天早上起床 雖然不是說變魔術了 讓我換了一塊皮才不是這樣 但是大家爛臉到谷底 然後翌日反彈的時候 感覺很強烈 臉重現了健康的水潤光澤 毛孔沒有那麼猖狂 還有最最顯露顯貴法令紋 這兩條 沒有那麼刺激 沒有那麼深 皮膚摸上都覺得彈性是好 再上去的感覺 今次的Skin Power能量精華箱 裡面是一個全新的配方 包括SK-II最最出名的專利成分 Bittera 可以有效減少肌膚的衰老因子 也有罕金連碎取物這個新成分 可以保護我們肌膚免受外在的壓力和刺激 另一個新成分 穿藥脆取物 由肌膚的最深層撫平細紋 令皮膚網絡更加緊緻膨脹 SK-II廣告似乎沒有騙人 真的一晚就有一個明顯的緊緻感 一共有兩款質地 包括我手上這個Skin Power脂漿能量精華箱 還有另一款Skin Power脂漿能量輕凌精華箱 喜歡它的原因 一 因為它的質地很絲滑 上面很容易延伸 配搭按摩都很快吸收 是有一個剛剛好的滋潤度 尤其是夏天晚上那些冷氣是兜頭吹著你 用它來鎖住水分和氧分是超級正 首先第一個要用的就是這個SK-II的神仙水 又快要用完一支 那麼多年來我也不知道自己用了多少支 枱頭保持著有的一件事 神仙水裡面也是有滿滿的Pittera 真心覺得保持著用它可以令皮膚更加通透 整個皮膚的質地都會慢慢地被upgrade的感覺 那 Step 2就會用到我剛剛才自己回購的小燈泡亮白精華 雖然這次是SK-II的合作片 但是中間用完我真的真金白銀子買 我先把數據放在這裡 那這支就是剛剛空了 之前就拍過一個七月實測 我自己在沖繩回來之後 我真的刻到人生的一個極點 真的靠小燈泡精華兩個星期內 回到我之前皮膚的completion 接著就可以用這個SKIN POWER精華霜 它有附送一支金仔 有適量的份量 點在顏頭、面盒、下巴和頸 把精華霜均勻地塗在臉上 免得完全被吸收 它比同類型的抗皺緊緻產品 效果是出得快和明顯很多 這三個Step加起來 真的可以做到由內到外都水潤透亮 緊緻飽滿 遲下七週如果SK-II不再去找我 這三樣東西我都一定會自己有不適量再回購 早上 這就是我這次帶去O樣的物資 化妝修納 然後有些...可能膠紙、膠剪 我不知道家裡有沒有 真的 一會兒我開車就要很專心 我畢竟不是巴西那些Level 差不多一小時了 嘩...出發 大家好,我來到Oyan家了 我真的太習慣在松島開車 在首爾渣有輕微一壓康 真心今天是練車的Level 嘩...開了門了 其實很深耶 你看到很多都還在規劃中 為什麼還沒開始已經這麼累了 啊...到了啊 這就是我之前已經點了 稍後會用到的物資 嘩... 歡迎光臨 嘩... 他用這個怎麼做到的 嘩... 還要去打爛 嘩...一股熱浪 應該是太久沒有開過窗 然後又很熱的 先關門 在韓國真的很少一些小心門窗 警覺性 打擾了 嗨... 我想說Oyan家很漂亮 first impression 據我所知他是有找終點依依上來執屋 即使他不是在韓國 嘩...OK 比我想像中好很多 一進來他有間多用途房 左邊就是他的主人房 嘩...這張 我不知道Oyan他會不會在他的影片透露這張床 500萬瓦 他那天買完的時候我就說 你快點退回去 我們要剪幾條片 500萬瓦 但因為後來他真的訂了又退不到 我就跟他說 那你快點多出幾條片 是不是 真是他老母 因為這裡採光真的很好 煮東西吃 然後在廳裡拍片的光線都很充足 什麼都沒開始做 自己在看樓 其實我是有問過Oyan這裡 他買的他多少錢 比香港來講真的便宜很多 看照片 空間再大一點 你會擔心他一天有怎樣清潔 或者一會睡會不會害怕 但來到就覺得剛剛好 是主要那個結構和間隔好 洗手 他的調味料都很齊 玫瑰露酒 但以我所知Oyan是 不太煮飯 誰煮給他吃呢 換一些居家服 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叫Bull Americano 但要重新輸入他這邊的地址 我現在真的當自己家 市中心就是市中心 可以吃到的東西是多 比我家更多 我還想再點個午餐 應該不用再點多一次 有點像越南的熱狗 先試一下這個 對了 好了 我覺得現在第一步 是要來看看他每一間房間的進度是如何 哪一間房間是最需要改進 畢竟他傳片給我那時候 跟現在這個房間的狀態是有些分別的 可是我上了很多 本來我是想上來拖地的 這間房間就是 我猜是 雜物房 暫時沒什麼收納 只有一些衣服行李箱 不是乾淨的 還有很多苦膚品 我想可能他遲一下 醫務間化妝的房間會在這裡 你看到他那個人 也不是真的想不吵架 只不過有時候他真的沒有時間 而且他最近真的經常飛 所以很忙 你看有些可能洗了衣服 他怎麼洗衣服的呢 以我所知他是還沒買洗衣機的 要不就是外面洗衣店 要不就是在樓下的房間手洗 醫務間旁邊這一間就是 應該是買洗衣機的 洗衣機還沒到 然後再走來這一邊 有公仔 嗯 這間是客房來的 反而這間房的完成度最高 還挺整齊 OK 再很快來到這一間就是洗手間 哇他的產品真心多 有多少個頭 我自己的洗手間 只有三支東西 有時間會發霉 我都要拿體酒去拿 那為什麼會把這些化妝用品 還有毛有刷 這些就這樣放在廁所呢 這類型的我會放在房間 不然廁所濕度比較高 那你可能沖廁 不是每次都記得蓋起來才沖 那有些什麼裙子 我就覺得 又開始搖 我真的隨時都可以開始搖 想辦法找人做 因為來的居住空間 真的是來的tempo 影響你整個人的瓷場 這裡是給了一個挺好的瓷場 我試著和巴西吵架 可能都可以在這裡住一個三天 韓國真的無論你在哪個家都很方便 我喊了10分鐘 我就已經收到我的咖啡 那來拆完這些東西 我們逐個歸位 我這次來的目的其實都是 收拾一些細微細眼的位置 你說在美感或者結構上的東西 我就不會收拾的 所以我剛剛看一個情況 我覺得可能客房和她的醫務室化妝間 是多些空間可以給阿Liz媽媽發揮的 你看我買都是一些收納的東西 要盡量跟她家的色調 我就這樣看 都看到四五六個大件黃色的東西 肯體的話會發現 比如這些Diffuser已經結束了 就可以拿去回收 沒有膚品上面 應該放在家裡 有一點塵 主要是我覺得她這樣收納 那些東西很容易會塌 一個塌就像骨牌一樣 全部都塌 這個什麼事 這個不是我們認識的徐浩欣 以前這麼少女 穿了衣服 這個不要跟我說 是她的結婚戒指 就算情已世 你也不是就這樣放在這裡 她真的就這樣放在一支手霜旁 大家對比一下 她和我的結婚戒指 就算是OIN完成 看回一些手飾的地方 好一點 好了 打算在這邊這個空位 放化妝品的收納雪櫃 寬充儀式 現在夏天流淪 她說經常不在韓國 真的好焗 剛剛我走進來她的房間 現在就開始製冷了 可以照到鏡 我也準備了這個SKII的能力精華箱 我就會放在雪櫃 這陣子大家在台面上 看到她的生活很豐富 上次她回來幾天 就來家探望我和女兒的時候 我看到她的狀態看起來比較累 因為OIN是我印象中 她是一個皮膚很好的人 即使我們兩個都三醉 但她的皮膚狀態 細緻到所有事情 算是我認識的人 裡面頭三個皮膚最好的人 可能真的因為她這陣子的壓力 加上不停飛行 所以嘗試看見她是覺得累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最近自己用完都很喜歡 SKII的能量 所以都挺適合OIN現在的狀態 畢竟我們現在兩個都去到事業的評伯期 需要保養的年紀 然後我就想撿一撿OIN的褲 不出所料 她真的有很多褲在家的不同角落 這次本身帶了兩個這些充滿掛褲的三架 砌完一輪發現原來不夠的不是三架 或者OIN的褲 而是掛三個空間 所以幫她掛滿了另一個空的 就等OIN回來 再把其他褲掛上去 可能我個人也有點漂亮 我看到客房裡面這張床 我會想起OIN是她上一間屋 那段不是那麼開心的回憶 所以我就想床單連皮連枕頭 一次過換一隻新的 新客房 新景象 畢竟是我以後跟巴西吵架 最有機會催新的房子 我撐開地毯發現原來有很多咒接的 幸好這次有自己帶過Steamer來燙平它們 老實說 MuMu出世之後 我變得更忙 我就把家母這件事 我去盤了給依依 今天竟然有幾個小時 在OIN家可以燙一下地毯 掛一下衣服 我竟然覺得有點掛著 超級療癒 最後盤了一些枯葉 再淋水 我今天的任務 就階段性完成了 我真的覺得我跟OIN做到朋友 都算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的性格是真的 南緣北潮 我是處女座 他是獅子座 他的月亮星座是金流座 我的月亮星座是白羊座 其實是真的很不同的個性 包括他喜歡的東西 花錢的方法 投資的東西 其實我們也是很不同的 但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大家彼此很多火花 他經常會說一個idea 我就覺得原來這個宇宙上 是有人這樣想的 還有他有時候會給我一些新的idea 我好像那些孫仔 出去醒來玩完一輪回來 慢慢說發生什麼事 拜拜 下次再點 回到你家了 搞完一些東西 其實已經去到晚上 做Skincare routine 我就可以搞膠珠 因為體力比較勞動 一定睡得很好 都是用回SK-II的3 steps 他在Big O的家裡也是有的 SK-II能量精華箱 這個真的晚上洗完涼 開冷氣 超級無敵的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試一下這個能量精華箱 但又不知道自己的膚質 究竟適不適合 現在就可以去到SK-II的專門店 體驗他們最新機膚檢測 Magic Rain 幫我們更加了解自己皮膚狀態 還有找到一些平時照鏡肉眼看不到的機膚問題 完成了這個Magic Rain檢測 再登記成為會員 就會免快送你一個SK-II的體驗套裝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去中門店看一看 今天這個處女座夢 入侵Oan 試做三房新居的Vlog 就來到這裡了 Bye Bye 好